今天狗仔说要曝光3000万顶流的恋情,但最后曝出来的却是6000万顶流李一峰的恋情。 李一峰和女演员方安娜深夜三点一起从酒店出来,两人干了啥? 不用脑袋想都知道,方安娜和陈祥被拍到过同回深归,两人应该是短暂恋爱过的。 除此之外,方安娜还是顶流杨幂的好闺蜜,杨幂和泰迪姐妹团闹掰后,却和方安娜保持着紧密联系,过生日也在一起,可见两人关系很不错了。 那么问题来了,杨幂和李一峰的关系应该是娱乐圈不能说的秘密,因为两人相爱的时候,杨幂还没有和刘凯威正式离婚,但两人之间绝对有很多故事和秘密。 当初杨幂和魏大勋恋情曝光的时候,魏大勋把他和好兄弟李一峰的所有合照互动都删除了,兄弟情断。 现在,方安娜被拍到了和李一峰的恋情,方安娜和魏大勋的操作也是一模一样,他把和杨幂的所有合照互动也删除掉了。 这下,闺蜜情也断了,杨幂与一峰和魏大勋方安娜四个人之间,魏大勋爱上了好兄弟的前女友,方安娜爱上了好闺蜜的前男友。 归根结底,娱乐圈总是一个圈啊,爱情缠缠绕绕,剪不断理还乱,大家说呢? 最后,方安娜虽然不红,但也是一枚小富婆,网红事业做得不错,身材也不错,只是这张脸被整残了。